Canva现在不仅是一个平面设计平台 它的影片剪辑功能也越来越强大了 如果你是新手 我推荐你可以去使用Canva去剪辑影片 里面不只会提供给你很多模板还有素材 会提供给你很多预设的效果 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剪辑出好看的影片 这期影片我就会告诉你 如果从一开始使用Canva去剪辑影片 嗨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就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 流量变现一支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对我频道 现在我们就来到Canva首先上面了 你需要选这个影片 在这里面会给你提供很多社交媒体影片的模板 比如说IG的行动影片模板 Facebook影片 Reels YouTube影片 还有YouTube影片的线上广告 都是有专门的模板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YouTube影片 它的尺寸是1920像素x1080像素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Canva的影片剪辑器里面了 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界面 在左边你可以找到不同的素材 还有不同的功能 这里面就是预览区 你可以预览你的影片 底下就是简直区 也就是影片的时间轴 你可以添加影片 这些效果都是可以的 在上面就是对影片的一些功能选项 当你选择不同元素的时候 这上面会有不同的功能展示 首先你需要做的就是上传影片了 你需要选这个上传选项 这里面有分为影像 影片 还有音讯 如果想上传影片 需要选这个影片 这里面会展示给你之前已经上传好的影片 如果想上传新的影片 你可以选这个上传答案 像我正在上传一个全新的影片素材了 在我上传影片素材之后 我可以直接把它拖拽到这里面 然后就可以调整它尺寸了 这里面可以使用拖拽的方式去调整预览的大小 往左移就变小 往右移就变大 你可以调整到一个适合的尺寸 再选这个标志 它就会让你去调整底下时间轴的大小 当你往右的时候 就可以越清晰的去查看到 实验轴里面每一个时间它的具体细节 往左的时候就能够缩小 就可以看到我的时间轴就缩小了 然后就可以开始去剪辑影片了 然后这里面我可以挪动这时间轴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才开始说话 前面的我就可以删去了 我可以右移 然后选这个分割页面 这个时候我这素材就分为两段了 之前的这一段我不需要了 我可以按住键盘上面Delete 就能够删除掉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标志去进行播放 在你看到你不想要的部分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右移 然后选择分割页面 这样就能够帮你做出快速的初件了 还有种方法就是 假如说我这后面一段我都不想要了 这里面我已经说完了 然后后面这一段我都不想要了 我可以把我鼠标移动到结尾 然后往前拖 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一段就消失了 你可以使用这两种方式去剪辑影片 接下来就可以加入BREO了 Canva并不像传统的影片进行软体 它会有不同的轨道 它只有一个视频轨道和一个音频轨道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需要加入BREO 就需要注意一下 假如我想加入这个影片去做BREO 如果现在喜欢添加 那么就可以看到 我这后面全部的影片都是有这BREO的 这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假如说我想在这一段里面去加入BREO 我就可以把时间轴移动到这里面 然后右击选择分个页面 然后选中这个素材 再点击这个BREO 这个时候我的BREO就加入到我想要的素材上面了 然后可以调整大小 调整它尺寸 这样我这部影片就加入BREO了 我想进行这个片段 你可以选这个音量标志 可以调整它的音量 调整到最低的时候 它就没有声音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影片里面去加入文字 我可以选这个文字选项 你可以选这个新增文字方块 它就是这样的非常普通的文字形式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底下的字型搭配 它会有更多的选择 这里面我输入我的名字 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不同字型 然后可以更改它字型大小 把它变大一些 或者你可以选这里去调整尺寸 这里面可以更改颜色 比如说把它变白色 然后选这个加粗 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加入一个元素 选择加入个形状 调整它大小 去作为我名字的背景 然后可以更改它的颜色 比如说更改成蓝色 这个时候移动它位置 移到左下方 然后可以给这文字再加入一个效果 选择效果选项 比如说加入个阴影 这里面你可以调整它的偏移 它的方向 它的模糊化 还有它的透明度 然后选择它的颜色 可以选择一个深蓝色 也可以给它们加入一个动画效果 选择动画 比如说选扬扬声 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元素就有一个扬声的动画效果了 或者是选择一个缓慢浮现 也是可以的 又或者是滚动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在看法里面如果你选择元素 还可以找到很多图案 比如说可以搜索YouTube 这里面就有关于很多YouTube的图像 比如说可以加入这个订阅按钮 就可以看到我就加入一个订阅按钮了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又或者是我可以加入一个动态的订阅按钮动画 我可以搜索Subscribe Button 然后选这个查看全部 然后选这个过滤序选项 然后这里面选择动画 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展示给我很多订阅按钮动画了 我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这就是一个订阅按钮动画了 接下来可以加入一个转场特效 我可以首先把我时间轴变大一些 我想要在这两个画面之间去加入个转场 在这两个画面中间会出现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新增页面 而底下这个就是新增转场 我可以选择不同的转场 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姐转场 就这样的 然后这是滑动转场 这里有一个流动的转场 还有堆叠转场 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画面的转场 比如说可以添加一个滑动转场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它就添加一个滑动转场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转场时间长度 你会把它变长一些或者变短一些 都是可以的 然后转场方向都是可以选择的 上下左右你都可以选择 然后底下可以让你选择套用之所有页面 就是所有的画面都是这个转场 这看法里面也是能够对影片进行调述的 比如说现在我准备了一段画面 可以看一下它原本的速度是这样子的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我首先选择这段画面 然后选择播放 这里面可以调节影片速度 比如说调节成两倍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就变快了很多 在看法里面也可以加入音乐 你可以选择这个音讯选项 这里面会提供给你一些音乐你可以选择 但是我个人是使用Alice的平台的 它的音乐种类会更多 像我添加一段音乐了 可以涂入到时间转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就添加了一段音乐了 我也是能够调节它音量的 选择这个标志去调节它音量 然后选择这个音效 你可以进行弹录弹出的效果 所谓弹录就是能够让它缓缓的进入 然后弹出就是能够让音乐慢慢的消失 比如当我进行两秒钟弹录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它的音乐音量 就是慢慢变成正常音量的 对于在看法里面调节画面的颜色 也是能够做到的 比如说我选这个影片 然后选这个编辑影片 这里首先你可以加入不同的滤镜 比如说我换一个这个滤镜 就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你可以调节它的滤镜强度 可以让它变更强 大家可以选择其它滤镜 或者是你可以选这个调整选项 在这里面会有更多的素质你可以调整 比如说调节它白平衡 浅色素质 本身的颜色 还有它材质 都是能够调整的 在看法里面会提供给我们很多动画的素材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可以添加个片头动画 首先可以新增一个画面 在这画面里面我可以新增动画 我可以搜索YouTube Incho 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动画 像我新增了一个片头动画了 然后在节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搜索YouTube End Screen 在这里面可以加入YouTube的片尾动画 还是一样添加个新的画面 然后选择一个片尾动画 这样我就在结尾里面添加一个片尾动画了 当你剪辑完影片之后 可以选择右上角的分享 然后选这个下载 一般如果选择MP4影片格式 如果你是KammaPol的用户 你可以调节品质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画面 一般来说是选择全部画面的 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Kamma在不断推出好用的影片剪辑功能 这会介绍给你两个很实用的AI剪辑功能 第一个就是同步节拍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准备了一段画面 然后可以加入音乐 像我添加了一段音乐 然后我可以选择这个同步节拍 这里面会有两个选项 首先任何的用户都能够选择这个功能 就是显示节拍标记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音尾上面 就会有不同的标记了 然后你可以修改你影片的长度 去跟这个标记进一纹盒 比如说可以延长这画面 去跟这个标记进一纹盒 又或者是我可以选择立即同步 就让AI去帮助我去同步节拍了 这是需要你选择到Kam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可以来看一下最终效果 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只需要你点击一下就可以完成 还有一个AI功能就是去除影片背景的功能 比如说想去除掉这个影片的背景 我可以选择这个编辑影片 然后选择这个背景一触工具 就可以看到后面黄色的背景 就被完全去除掉了 非常的方便 这个功能也是需要你选择到Kamma Pro才能够使用的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30天Kamma Pro的免费使用 像你学会了使用Kamma去剪辑影片了 这样继续学习 如果使用Kamma去做平面设计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支持我的影片 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自更多关于Kamma的内容 追踪我IG 能够和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